随着歼20、运20、直20以及一缩缩新大驱、新航母、新连7攻击舰的下水 广大军民们不由地掰着手指都在隶数 现代化装备体系重,咱们还缺啥 哎,好像轰炸机还在用连坡老蚁的轰溜 虽然是改改改过的版本 但传说中的轰20依然在千户万换中搁着 那轰20还有必要下水吗? 真要出了,它的战略定位又是什么呢? 今天咱就上下求索一下 从头屡屡历史上轰炸机的运用战略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飞艇就率先投入空袭轰炸的用途中 不过很快,人们发现速度更快的飞机更胜任此项任务 但有毛就有盾 防空炮和专门执行截击任务的战斗机也应运而生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飞机性能大幅提高 空袭轰炸任务也被更广泛、更专业的执行 它包括对前线战场军事目标进行打击的战术轰炸 与对敌国后方工业生产等非军事目标进行打击的战略轰炸 在战争前期 德国轰炸机对英国本土进行了战略轰炸 即不列颠空战 战争中后期 英美轰炸机又对德国本土进行了大规模的战略轰炸 在正点拨的相互轰炸中 被轰炸方都竭尽所能地派出战斗机进行防守截击 这导致进攻方的轰炸机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当时在盟军轰炸机上当个飞行员或者空勤 其生还率只有在地面当步兵的十一分之一 绝对是九死一生 诶 那是不是轰炸机太脆的原因呢 其实相比于早期德国轰炸英国使用的亨克尔111那种双发中型轰炸机 后来美国轰炸德国用的四发B17空中堡垒已经硬很多了 只不过德国也在不断加强自己的战斗机火力 二零炮三零炮火箭弹能上的全给上了 再硬的轰炸机也扛不住啊 即便美国在二战末期轰炸日本无往而不利的B29超级空中堡垒 在后来的朝鲜战场上遇到米格大野 米格15的三七大炮也被打得很惨 所以自此之后使用轰炸机群 大规模大编队的战略轰炸就被打落了冷宫 那有没有这种武器能够取代轰炸机的纵深打击效果地位呢 其实早在二战后期就有了 那就是V1V2导弹 当时德国本土正遭受英美蒙军轰炸机的战略轰炸 自己的空军轰炸机却无力再反击轰炸英国本土了 于如何将资源大力投入新潮的导弹武器 并用V字代号立为复仇 经过一系列的实战应用 德国军方评估使用导弹要比轰炸机核算得多 虽然导弹是一次性的 但事实上在当时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 轰炸机出击个阴眼次也很可能就损失掉了 几方还会有人员伤亡 这还不如用导弹 打中了算缘分 打不中也算错个分母 一切都是可控可计算的 而这种导弹与轰炸机的竞争 随后延续到了美苏冷战的角力当中 美国作为轰炸机的老玩家 有着强烈成功经验的路径依赖 战略轰炸机继续往大往强地做 搞出了可以洲际飞行的超大型轰炸机 B36号称和平缔造者 当然此时由于已经有核弹了 战略轰炸也就不需要大机群出动了 三个轰炸机只要能载着核弹 成功飞到敌人的领土上控 就能实施毁灭型打击 随着喷气时代的到来 美国又搞出了B47 B52轰炸机 而苏联也搞出了土豆五熊 立刻对美国实施战略核打击 美国为了防卫本土 反制苏联的战略核轰炸能力 搞出了F102 F106等多款高速截击机 他们甚至能发射空对空核火箭 可见为了阻止对方的核轰炸 会无所不用其极 不过很快 随着苏联率先成功发射了 人造地球卫星 对美国本土核轰炸的主要威胁 变成了战略弹道导弹 而苏联这边 为了拦截美国的核轰炸机 也打造了一系列截击机 为了突防 美国继续研发能飞得更快 更高的轰炸机 比如XB70女武神轰炸机 为了推力足够大 它发动机装了6台 而且在外形上 也对高空超音速飞行 做了大量独特的优化 在1965年10月14日的试飞中 女武神飞出了3.02马赫的高速度 那这样一款飞得高飞得快的轰炸机 对面的战斗机 截击机 是不是就够不着追不上 打不到了呢 可能吧 当然苏联新鲜出炉的防空导弹 却不这么想 最终 鉴于这种不讲武德武器的存在 美国的轰炸机党 提前梦醒 女武神项目最终被砍 那既然更高更快 飞机竞争不过导弹 能不能换个思路 搞到低控 试一试呢 女武神使用可变后列异的 B-1轰炸机项目 开始搞起 不过这个项目也算是一波三折 经认美国好几届总统 对它的不同政策 从B-1A被砍 到B-1B重生 主要纠结点 还是跟各型战略导弹的性价比问题 而苏联 也对标的搞出了图160白天鹅 此季一直服役到今天 依然是俄罗斯战略核威慑力量的 重要组成部分 而美国则是由B-2接棒的 空击战略核威慑力量 B-2采用隐身射击 不跟对面雷达导弹防空系统刚速度 而采用不知不觉 悄悄潜入的方式 实现纵身打击 相比陆基海基战略核导弹的 那种微快不破 开弓没有回头舰的核威慑方式 B-2和图160 成了能在最后一刻 回头的灵活核威慑 让空击战略核力量 有了最后的存在理由 不过相比于海基和陆基战略核力量 终于有砥柱般的地位 空击核力量 更像是井上天花 甚至这些轰炸机们 还接连被拉去当战术空军使用 B-52 B-1B 基本变成了战术轰炸机了 并且在多次局部战争中 有过大量的应用 而B-2 也被用于了非战略核打击的用途 1999年对中国朱兰斯拉夫大使馆的 悍然轰炸 便是B-2轰炸机 是用杰大姆联合制造炸弹所为 而现在美军新研制的B-2E 算是在B-2的基础上的简化版 其战略定位也颇为缥缈 在现代战场上 常规的战术轰炸 用F-15 F-16这种战斗机 便可以完成 我们的歼10歼16 也有着同样的功能 而面对有雷达导弹防控系统保护的目标 用传统轰炸机挂载长城的战区外打击导弹 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 这种任务对轰炸机的突防性能 并没有那么苛刻的要求 美国的B-52B-1B可以执行这种任务 我们的轰6也一样可以执行这种任务 以上女了这么多 可以看出轰炸机形态的演进和发展 也是高度需求导向和环境塑造的 之前外军发展做的很多尝试 比如飞得更高更快的轰炸机 我们作为后起之秀 不一定要再趟一边 近年来咱们新军事建设 所打造的歼20 运20 直20 分别对应的需求为 战术制空权 战略投送能力和特战投送能力 这些都是被外军充分验证过 很具现实意义的需求 至于轰20 现在要以什么定位出炉 或者说下水 是做空击战略核威射力量 还是做战术轰炸任务 我反正还没想明白 这里顺带一提 之前俄罗斯经常拿图旧舞这样的老式轰炸机 执行特殊任务 其特点就是噪音大 招摇过失 甚至对面潜艇的深辣 都能探测到 其任务目标 往往也是显示存在感 就怕你看不到 听不到 显然如果是隐身轰炸机执行这种任务 对面看不到 还怎么达到威慑效果 那各位观众老爷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轰20 还有必要下水吗 轰6改改改 是不是足以完成挂弹威慑任务 而集中力量 搞高超音速导弹之类的武器更有意义 欢迎说出你的看法 当然 本视频给大家所捋的逻辑 都是极其简单粗糙的 仅供广大业余军迷参加考图格勒 对于真正从事相关项目的专家来说 结论不管是有必要还是没必要 是做战略用途还是做战术用途 我相信他们都会做出最优的判断的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内容上有啥谬误和不足 欢迎各位观众老爷们指出 如果觉得还可以 别忘了素质三连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262 让我们下期再见